好,題目 下列哪一個會產生二氧化碳 我們在那個裡化總整理 有幫你整理出來會產生二氧化碳的反應 就是要你背的酸的通性之一 叫做碳酸鹽加C酸會產生二氧化碳 所以答案是豬 那麼,A,那加水是氫氣 紅加濃硝酸是二氧化碳 硫酸加碳酸那 硫酸加碳酸那 那個就是二氧化碳 那豬酸加氣的話 那個叫做酸鹼中和沒有氣體 所以呢,我們的答案就是 碳酸鹽加C酸會產生二氧化碳 好,就剛剛今天講過的 作用的狀況 好 哪個燃燒可使潮濕的變成紅 還要讓它變成混濁 你就知道是誰啊 你就知道是誰 你會看到那個 澄清石灰水變混濁 你就知道是誰 那你就知道它要產生什麼東西 來,可愛大帥哥叫做 二十二 二十二 豬,請坐下 沉清水水變混濁會表示產生二氧化碳 柳粉燒完是二氧化碳 美燒完是雅化美 新燒完是水 只有酒精燒完會產生二氧化碳 然後呢,溶液水是碳酸 所以會使水水變紅色 同時會使澄清水水變混濁 有 停車站接問 誰是錯的 碳酸氫鈴加醋酸 我前面剛剛跟你講過 叫做碳酸鹽加C酸 會產生什麼東西 然後巴拉巴巴 就有了 來,小女生 7-7 豬 你答案選的叫做豬 這個東西是二氧化碳 碳酸鹽加C酸 產生二氧化碳 所以是澄清水水變混濁A對 二氧化碳可以滅火C對 汽水油加的是二氧化碳 變碳酸鹽要豬對 然後二氧化碳融於水 其實碳酸是酸性的 分開的酸性什麼顏色 五色 所以答案選的叫做B 這就是我有關於 一些簡單的題目 OK 下一位題目 二氧化碳迅速何者錯誤 二氧化碳 無色無味無袖 分量是4比28.8大 所以表示密度比空氣大 所以A對 二氧化碳通不澄清水水 會產生白色混濁 白色肯定就是碳酸幹 C對 二氧化碳略融於水 所以可以用排水機把收集 所以豬也是 對 所以錯誤的就只有B 二氧化碳融於水型的叫做碳酸酸性 酸性會使水性變成紅色 所以B是錯的 所以答案就選B OK 二氧化碳 一樣 二氧化碳 來 叙迅速何者錯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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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 可愛大帥哥 可愛大帥哥叫做25 豬 豬是錯了 請坐 來 你選的叫做豬 小蘇打碳酸性 那加C酸 和氧化碳 剛剛跟你講過很多遍重點 酸的通氣 然後呢 水溶液碳酸分態是無色 對 然後呢不可燃不自然 密度比空氣大可以滅火 那麼 澄清水水產生的是白色混濁 白色沉澱 所以呢 豬是錯的 同理 我叫你背的 剛剛跟你說要背的 那個白色混濁是什麽東西 那個白色混濁是什麽東西 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 No.5 B5號 C 你做 這就是背背就好了 告訴你 你要背的事情 就是會產生白色混濁 白色沉澱 白色沉澱 白色沉澱叫做 蠢蠢幹 以上都是有一些關於二氧化碳的性質 很簡單 把該背的該記的記起來就可以了 OK